接下来福变华裔选民协会3月6号起序前会长林富贵律师主持的诚信产权公司 举行支持张金金女士参选Fallband学区委员会记者会 共有福变华裔选民协会会长长中正 前会长林富贵 乔湾社社长辅浩德 唐城前市议员黄安祥 安徽同乡会会长王鸿正 及乔湾社陈焕泽 DAVID社及中华公所主席周才廷等人出席 华裔选民协会会长长中正表示 Fallband区的学区税占房屋税的大部分 该学区亚裔学生自1992年以来 从11.25%增加到23.08% 22年来比例增加一倍 长中正说 福变社区目前学生数大约有7万2000名 亚裔学生约占四分之一 目前七位学区委员中并无华裔代表 以致学区重划经费使用重大决策过程中 华裔社区的意见无法纳入其中 这使同样较高额学区税的华裔居民极为不利 该学区2014到2015年 总共有5亿6千多万元的经费 平均浮遍学区每户缴学区税7767元 长中正说 今年非常高兴本届学区委员会选举 有两位华裔热心人士参选 张金星及李金 他们分别竞选第六区和第二区的不同席位 是合作关系 非竞争的关系 长中正说 本协会将在内部会议与李金女士面谈后 择期召开记者会向桥接公布 张金星女士当天也出席记者会 她表示她的参选 希望建立一个和谐信任的关系 确保高质量的学术 因为她个人是注册的审计师 发挥专长 看管这些经费的分配管理 每一分钱都花在孩子身上 也希望促使更多人关心浮便 我自己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和谐 信任的这样一个community 因为一个社区成员 对她board member 还有administration的信任 是一个基本的 也是必须拥有的条件 我会尽自己的所能 去建立这种信任关系 那么第二个呢 我是一个注册审计师 我希望用自己所学的审计的经验 去确保我们复伴学区 合理有效的 去使用每一分纳税人的钱 第三个 我希望有能够促使更多的人 去关心社区 关心我们的复伴 我会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 听他们的意见 并对此呢 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一定会确保 我所提出的这种建议 suggestion 会以在确保复伴学生 孩子们的成长条件 为最基本的前提的 那么我们复伴呢 就像刚才主任说的 其实是美国 前几大最大的一个 学区之一 它拥有七万多 七万两千多名学生 刚才主任也说了 那么复伴的board member 他会就是monitor 大概要五亿到六亿的资金每年 所以我们要选一个 自己值得信任的 又有这种热情 愿意奉献自己人到board上去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我 就是你们要选的那个candidate 我会一直把自己 fact记在自己的脑海中 每当我做决定的时候 哪些fact呢 fiscal responsibility 财政的责任 academic 学术 community 社区 trust 信任 作为一个关心孩子的家长 作为一个社会的义工 也作为一个注册审计师 我呢 希望我做的所有的决定 第一呢 以确保这些决定 是为复伴孩子们 磨福利 而为先决条件的 第二呢 我希望这些决定啊 会确保一个高质量的 学术的标准 第三 这些决定呢 我希望是为复伴的学生 还有老师 提供充分的资源 第四 作为一个注册审计师 我希望保证 复伴的每一分钱 每一分纳税的钱 都不会浪费 而这每一分钱 都要花在孩子们的身上 我叫张晶晶 JJ Clements 我在这里真诚地希望 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谢谢 情绪都可投票 以最高票当选人 没有run off 为申请选民登记者 必须在今年的3月23日前登记 才能在此次 未来的选举中投票 提前投票日 在4月27号至5月5号 最后投票日为5月9号 欢迎选民热线 281-343-5523